为了推广使用云端发票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举办 云端重数区一起几点数的活动 但有民众发现 疑似有中奖人重复的情况 有四个人中了两次大奖 还有网红询问AI聊天机器人 得到的答案是 这样子的中奖几率非常的低 接近于零 争议持续的延烧 对此财政部次长也强调 抽奖活动一切公开 没有任何造假或是内定的问题 但他也认为确实很奇怪 已经要求国税局调查 依序抽出得奖名单 推广云端发票 财政部特别举办抽奖活动 但随着名单公布 就被眼前网友发现 有些人居然连续中奖 网友圈出来一一比对 诚信得奖者分别在第一期和中级抽奖 都抽中了iPhone 15 Pro 一个人就拿到两台 另外良性得奖者 先是中了捷安特自行车 接着再抽中MacBook Pro 多达四个人都中了两个大奖 他把他的运气用完了 但是因为这个活动 本来就蛮少人知道的 有网红就质疑 难道抽奖暗藏黑箱作业 询问AI聊天机器人 9万人抽奖 一共三次中奖机会 同样的四个人 中奖两次或以上的几率是多少 Cloud回应 即使每秒进行一次抽奖 几百亿年 也很难看到这种情况 另外ChairGPT 也给出差不多的答案 几率非常低 接近于零 网红就认为 国税局应该再调查一次 比重乐投还难 所以我认为是城市设计 应该会有一些状况 对此财政部也发声明强调 符合抽奖资格的名单 都是在律师见证下 汇入抽奖系统 在记者会现场 公平公正公开抽出 至于四位民众 重复中奖 遭质疑不公 从原本一切说合法 最后不得不改口 说还在查证中 我们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 有点需要进一步厘清的地方 没有任何的所会造假的这些 或者外界质疑说 是不是有内定的问题 不止云端众树去 一起集点数得奖名单 受到质疑 还有网友发现 税务突击队抽奖活动 社会组中奖者 彭信民众这个名字 虽然电子信箱不同 但50个得奖名额 就占了8个 即使是蔡奇阿名 这也太巧合了吧 争议在网路上持续延烧 就盼财政部尽快调查 让真相水落实出 这台北综合报导